大家好,歡迎收看小鹿,又是我Andy 今天兩手空空是做甚麼? 介紹甚麼呢? 不知道 介紹這個iPhone 15 Pro 不是Ultra 你是想,我也想,還未出的 手上這個是iPhone 另外我想試試這個Insta360 Flow 這個電話Gimbal,有沒有用過? 沒有,我們今天就去試試它 你也知道我拍YouTube 知道 有時候一個人又不想拿著相機拍 就想用手機帶 哇,手短 所以我就想買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這些我們就叫Gimbal 手機的穩定雲圍 其實這個Insta360 Flow 我覺得是比之前出過的其他Gimbal更易用 首先我們就把這個夾子夾在電話 看看圖案 有個箭嘴就是指著鏡頭的位置 把這個夾子夾在中間 這樣就可以了 裝好夾子之後 它有一個凹位 裝在Gimbal這個凹出來的這個額位 貼下去 再跟回箭嘴向自己一拉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這個安裝的程序了 當開了手機之後 如果電話安裝了Apps 你會看到其實它就會提示你 就可以開始拍攝了 一按下去 基本上就直接可以開機做拍攝 而Apps裡面有很多功能 一會兒再介紹給你知 剛才你也說過 怕可能有機會不夠手長 可能不夠歪 就拍到頭很大 其實看著 它可以伸到這麼長 它可以調校角度 可以像現在的大陸人很喜歡直播 嗨 歡迎來到我 接下來再說多一點 Gimbal上面的按鈕 或是怎樣使用 可以說多一點 很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電源開關 基本上我們現在都很少按到 因為直接放進去就可以開到 紅色這個就是錄影鍵 基本上一按就可以 控制錄影或者拍照 非常之方便 而右邊這個我覺得非常之好用 看到它一個好像玩UNO 左右調轉的那個是怎樣使用的呢 按兩下 它就可以把電話轉為打直 按兩下 它就可以變成打橫 隨時可以拍照片拍攝 拍照片拍YouTube 隨時就可以打動打橫去轉換 另外按一下它就會轉換做自拍模 按一下它就會向外出 隨時可以做專門 如果我想動著它來自拍的話 我需要安裝腳架嗎 其實它有個孔可以安裝腳架 之餘最方便就是 其實它一拉出來 它就可以成為腳架自拍 很有自備腳架 對 它可以放在這裡就可以用得到 都很穩妥 另外它還有一些功能 是方便你可以做拍攝的 例如 有一個你看到 它這裡有個logo 有個手掌的 它就會有三個模式 第一個就是沒有開 第二個是開了 還有第三個它是要追蹤 我們現在試追蹤的是怎樣 當你走到兩米距離 伸出手 伸出一會 你見到它就會懂得自拍 這個功能非常方便 如果你想停的話 你伸出手 一會 兩米距離 可以了 它就會關掉 所以如果你想拍一些跳舞 或者走動動 想說一些脾氣的話 這個就很方便 剛才第二個就只是 總之你想拍攝的時候 伸出五隻手指 它就會拍攝 它就會不動 沒有追蹤 所以你 拍照也可以嗎 拍照可以嗎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未試 試一下 拍照也有 拍照也有追蹤 你可以試一下 好 另外還有一些功能 其實都很適合你使用 例如女生很喜歡 在片段上 可能會加一些漂亮的濾濾 這個呢 它就會有很多不同顏色的濾濾 加 這樣 很多選擇 我還可以教她那個 對 哇 很好 另外還有 好 慢慢再教 女生一見到濾濾 就馬上瘋了 好 另外這個 這個就是美顏的 我們打動了 比較容易看 它也是可以教不同的效果 有自動 即什麼都不懂 就自己幫你教 另外 要不然你可以調色 你想要深一點 淺一點 都可以 明亮 烏克林 對 連收臉也有 神經病 很瘦 對 另外就是 睜眼 會見 你嘗試教到全部的極端 全部的極端 這個也要 沒有 不是 那個 最極端 最極端 對 就是這樣 哇 變鬼 好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都很適合女生來做拍攝 它還要沒有 沒有令到背景 變形 對 不是 有 有 所以拍的時候 不要在直線的位置 但留意 想用到美顏的話 調格式的時候 要開1080 30格才可以 因為如果60格 或者4K 它都不會用得到美顏功能 那就留意 Gimbo 另外在後面 會有一個可以用食指按到的 一個 慢雞的位置 按兩下 Gimbo 就會置中 如果按三下 它就會變成自拍模式 這個大家都可以記住 另外 另外 其實在這個Gimbo上面 有一個轉盤 其實單手都可以操控 就是我們隨時可以 Zoom In Zoom Out 在錄影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做得到 對 最遠 可以去到三倍 四倍 去到幾倍 去到九倍 另外 中間也有一個Joystick 可以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去做動動 控制你想拍攝的畫面 的位置 另外一個 它是一個籃球模式 它懂得自動追蹤籃球 例如 好像MBA入球時刻 他們會追蹤籃球來做拍攝 但是 官方去做教學的時候 就說 最好不要用一些很色彩的籃球 最好用一些純色橙色的籃球 就會好些 好了 再下來試試滑動變焦 大家的效果會如何 我們就跨了Miki的樣子 開始錄影 一路就向後 然後 這個Gimbal的位置 其實它有一個類似熱箱位 如果你想安裝咪 來DJI或者Wireless Go 都可以安裝 但其實我覺得DJI較好 因為它無線 直接插進電話 這個有條線路 有時就要遷就位置 現在我們讓Miki試試用這個 兼錄音的效果 一邊走看穩定性會如何 交給你 好 自己來 對 對 蜜天氣很好 陽光很照 有些畫面 整個的負責很好 應該沒有很緊張 接下來試試移動而時 即是Hyper Slap 我們一邊走過去 看看效果會如何 剛才介紹一些給Miki自己自拍用的模式 怎樣可以用得好些 當然有人幫忙拍就更好 所以下來教一些可以幫人拍的模式 其實它的模式有四種 包括有Auto、F Mode、PF Mode和FPV Mode 我們下來的影片會介紹 有三種模式 但如果你都不懂的話 用Auto算吧 是吧 是 你想轉Mode的時候 很簡單 我們由紅點移到墊咀位 一個半圈就可以轉Mode 調轉了 亦都可以 一定要半圈 就可以轉Mode 然後再一次 做一個約束 每一片 都可以轉Mode 做一個小型 可以轉Mode 做一小型 做一個小型 好了,我們今天試用了Insta 3.0 Flow這支GIMBOL 你覺得如何?好用嗎? 我覺得好用的感受 首先它的外形很漂亮 而且不太重,而且很方便 裡面的App有美顏和調色 很方便女生拍Vlog或拍片時 可以整理好自己 而且自拍模式非常好 用另一隻手指Ireman就可以控制 而且它有USB-C充電 如果真的沒有電,可以直接充電 我覺得很方便 而且今天玩了這麼久,其實我都沒有充電 它還有電 剛才提及Micky說它真的很小 對比平常使用的電話GIMBOL 我最喜歡磁石,這個可以夾 另外這個放進袋子真的很方便 去旅行平常使用的,又大舊 你拆下來又不知放在哪裏 像組裝 對,其他品牌的GIMBOL 如果它加腳架,它是要放在那裏 這個就直接放在那裏 那便方便很多 亦都可以自拍分身長 所以我覺得這支也是不錯 價錢也是一千多元 其實如果你有誰沒有電話 還有iPhone也有4K 所以其實配合這些工具 你可以玩到很多效果 就是這樣 有甚麼補充? 沒有了,謝謝 好,好的 好 好了,我們的影片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要怎樣做? 點讚 對,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小鈴鐺 就是我們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 記得要去Micky的YouTube頻道 要追蹤,要看 要看的不就是追蹤,還有點讚 還要去她的IG追蹤,點讚 還有我的IG,還有Perry的IG 我們下集見 有下集的,你知道嗎? 對,現在告訴你,我們下集見 拜拜 剛才也看過Gimbal的一些用法 如果你想增加多些不同的效果、氣氛 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下集就會有一個 另外一樣產品來做評測 放進去之後 例如我可以用不同的Filtre 而可以用到這個Gimbal 大家記得要留意下集 我們這一個評測 就會知道是有什麼用處 大家都是最喜歡用的一些Filtre 它都有齊 你看 它都可以用得到 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川普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